我是做網站的部分 之前在上一次大松做到進度是說 就是義區得到資料庫的資料 就是... 就是... 原子已經有剖析出來的資料 然後我先把這些資料塞到資料庫裡面 上次做到可以依照名字去查詢的API 可是介面還沒有做出來 這次進度是說... 其實就是... 有回去自己投資一點 對,然後就是... 可以有一個簡單的Edge出來 有簡單的畫面,然後上到Bevoku上面 然後今天的進度是說 因為現在原本只能查名字 然後是... 再來是說我原本的API是寫得很亂 然後我就今天大概讀一下Racebook的一些規格 這樣子 所以現在就是有一個新的API 然後... 就是可以實現就是說 我可以把全部列出來 然後... 也可以就是... 去有條件的搜尋 就是大概是這樣 所以... 呃... 這是今年的進度 那其實你主要花時間在說那個... 就是... 因為是對... 我用那個Revel 是對... 就是 Framework 還不是很熟 然後加上是對... 要讀那個Racebook API的那個... 一些... 就是要讀懂它 所以大概... 花時間在這裡 對... 厲害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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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